来做一个讨论的话题点 然后还有这些最近比较潮的什么AJE啊 Dunk SP啊这种鞋站在女生的角度是怎么看的 然后是篮球鞋的挑选 女生觉得什么类型的篮球是最好看的 以及这个 以及还有什么 以及没有了 以及不知道 先拍再说 我们看正片 欢迎收看本期由PEH1W现在商店 独家冠名播出的系列节目之 我们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反正先拍了再说 今天呢我会跟大家万众瞩目 非常期待的牙签小姐一起来做一期节目 聊聊什么男生和女生怎么选鞋 一个是你怎么给女朋友送鞋 怎么给男朋友送鞋 怎么给你喜欢的异性送鞋 这是一个点 第二个点就是 在女生眼里 我们男生经常穿的鞋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接着就聊一聊 首先我一双一双来看一下 牙签先拿他日常穿的鞋上来看一下 OK 第一双 第一双的 第一双是这个 其中一双鞋出了好多代了对吧 然后它是什么Golf 什么Luvie 小花 一个合作品牌 大家都叫小花 英文名呢我也不会念 只认识个Golf 那这双鞋 你为什么会选择它首先 因为当时正好缺一双 我没有D邦的鞋 想要有双D邦的鞋 它正好出了 然后颜色我很喜欢我就买了 就简单出口 就刚需 刚好需要 我觉得这双鞋首先 颜色上面是有一点奇怪 因为我觉得这双鞋 因为我觉得这种鸡老指甲这种草绿色会让你觉得 就是不是那么搭调 就是在男生眼里看我看你觉得是OK的 挺好看的 就紫色配绿衫那种就是对比色 第二双这双 AJ6我日常呢 很有分量 就是如果有皮鞋的这种场合 或者说相对正式一点的话 我会穿它去代替这个皮鞋的这个作用 不知道你怎么看这双鞋 这双鞋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因为我有看那个动画片 就是樱幕花道有一双一样的 但是它是红色 我觉得挺好看的 所以说AJ7你觉得 但是它是低帮的 有什么不一样 你觉得OK吗 低帮的 跟樱幕花道不一样吗 不一样 高帮的它会高很多 就是帮会高很多 对不起我觉得是一样的 就看起来差不多是吧 对啊 其实这个鞋型你是能接受的 这个鞋型我可以接受 OK 你在哪一双 我们先快速把这鞋过一下 然后再终结一下 OK 高帮的 这双会比这双我觉得会好看一点 因为它鞋面的材质 是这种朝边的材质 然后鞋带的材质也会不一样 它这个鞋底还是紫色的 对啊 就这种鸡老子 我很喜欢鸡老子 你还指标 我很喜欢 这双鞋是多少钱买的 这双鞋 当时我买的时候是1300左右 为什么这么贵 这样吗 我觉得还好 现在你去买我的妈买不到 它是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吗 它是 陈冠西上脚的鞋 灵敏款 它在鞋垫上有它那个标拿上来 第二双鞋我平常会穿的就是 而Chrome Cross Nike的这个第一代的这个解构版的球鞋 你觉得它怎么样 可能就是比一般的球鞋有一点设计感 因为它有个拉链 但是其实我看不太懂了 这种鞋和一般的球鞋 它搭配上技巧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因为它毕竟带了一点设计的感觉 OK三双 我的谁滚动 宽威组合 是吧 我的谁滚动 这双鞋一拿上来就 我觉得吸引了大家的眼光 对吧 我直接就整个画面里面最亮眼的鞋 其实我觉得这双鞋 其实它之前穿过一次来的公司 我觉得 非常的吸引人眼球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不好看 是因为这个鞋带 这种非常粗的毛绒的鞋带 我觉得有点看起来有点难受 其实我觉得这双鞋质感还不错 你要搭配一点稍微素一点点 然后整个细节都在鞋上面 对对对 就是让它作为电影镜之笔 你穿这双鞋出去 有人会盯着你鞋看吗 不知道 没有主意 我觉得应该是会有的 然后我在拿第三双 第三双是之前跟大家说过的 这双Ultra Boost 好像三代还是 这鞋是灰色还是白色 这鞋其实是白色的 从结构上来说 这双应该是偏简单一点的 但是颜值上来说的话 你看能接受这种 也可以接受 因为它感觉看起来就很轻便的感觉 如果一个男生穿的这双和这双 这个看起来就很笨重 对 这个就感觉就是那种休闲运动一点 我再拿一双鞋上来 噔噔噔噔 经典 但是我之前我跟牙前讨论过这双鞋 他说这双鞋穿 只要是年纪大的人穿起来 鞋有点幼稚 可能是因为就是高中时代的时候 就很多人穿这个鞋 就对我的印象就是很深刻 就是感觉是学生穿的鞋 对吧 如果说你想穿的成熟一点 让你的女生看起来不显得那么年纪小 或者说就是对吧 风格上会比较偏太正经了 而且主要是它鞋是圆头的 看起来顿一点 就是没有那么 那这个圆头呢 这个也没有那么圆 它就是用圆 还有那种贝壳的感觉 这个就是 这个鞋会稍微宽一点 对 OK 那么我们几个平常穿的这些鞋 基本上都落一块了 然后呢 出于男女生不同的眼光和角度来看的话 这两排鞋 我们来选一个最好看和最丑的 在男女生的角度 对吧 那么我呢 肯定是如果最丑的话 当然说 应该没有最丑 我这双都很好看 你要真的挑一个的话 我觉得这双鞋配色是不好看的 但是如果说换一个 换一个配色的话 我觉得是OK的 然后第一 最好看的嘛 我觉得还肯定是这双 如果以男生的角度来看 嗯 最好看 因为它很乍严 其实我这两个鞋有点纠结 如果说正常一点 这个低调一点 对 我觉得这个会OK一点了 这个出去装逼一点 因为颜色很炸 就是说 正而八顶说 如果一排人走过来 我肯定会看这双鞋 但是你要我送人家的话 我可能会送这双鞋 这双鞋稳一点 对 这双鞋稳一点 然后你看我这边一对鞋 你觉得哪个最好看 或者哪个最不好看 如果说送男生的话 应该会选这双吧 这双AJ6的低谤 对 那好看的话呢 这不也是它 好看 好看的话应该也是它吧 但是我觉得从 男生的角度来讲 如果女生送一双 因为这个鞋是 好像是六七年前这个复刻的 因为很久没复刻的 如果送全新的话呢 就会挺贵的 应该两千多块钱了 二手的人我觉得不好意思送 二手怎么好意思送人家了 所以说如果我是男生 如果女生送我这种鞋的话 我觉得有点 压力大吗 对有点压力大 又不知道要回应 那你送他这个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么高吗 可是我觉得如果是被送的话 我觉得会送这双鞋会比较好 价格有在四五百上下 而且颜值嘛也OK的 就可能这个 这个是刚交往 不是很长时间 这个长了 这就是 产力大全都在我手上了 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最经济实惠的 我觉得送这个 如果说男生送女生 我觉得送匡威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男生送女生 就不要选这种选择 我觉得 因为像一般运动休闲的女孩子的话 休闲会偏多一点 对 日常每天运动的女生 其实也 应该不会太多 也不是很多 因为女生都很懒的 哈哈 刚刚这一part呢 我们说完了 就我们准备这些 其实还有一些问题是 因为我们节目做了快两年了 都没有女同志上过我们节目 哈哈哈哈 今天我就 我们平常做球鞋的角度 来问一下这个 女生朋友 异性朋友 在他们眼中 我们比较喜欢的鞋 或者说更多鞋型 他们怎么看 首先是 AJ系列版 我有看过灌篮高手 对吧 但AJ现在是比较火的鞋 嗯 然后最火的一双呢 就是这个 呃 AJ1啦 不知道你怎么看 AJ1这个鞋款 因为现在价格比较高 才比较厉害 我怎么看 就现在大街小巷 就是大爷小孩 每个大街小巷 每人秀利都有AJ 你这个不亚语 每个大街小巷 每个人穿AJ 嘿嘿嘿嘿可以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就是 很喜欢它 或者说呃 不是跟风也就是 对不是跟风的那种 而且你的钱也够 对而且你就是 买它就是无所谓的那种 我可以买它 放在鞋柜不穿也ok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不要为了去赚钱 或者说跟风去拿这种鞋 没有必要 就是买鞋不管买什么鞋 我觉得都是你自己需要 你觉得自己喜欢 然后你觉得这双鞋对你来说 你觉得ok了 就是不是说别人有 我也想要有一双 然后这样子 就是在搭配角度的时候 你会怎么作为PHEW的设计师 你会怎么看这双鞋搭配 对你的腿型其实有要求 因为它是高帮的 就比框位还要再高 如果你的腿就是很短的 然后就是不然你的腿很短 你一穿啊 这里就是一个肌肉 你连脚后跟都没有 你就是个矮腿短腿型 你穿起来就是 如果你上身稍微胖你的话 就感觉更加的 对 K怪 这样这样这样 就会像前面很敦识 被压扁的感觉 视觉上面会被压扁 而且这双鞋看起来很大 就是很重啊 你又矮的话那怎么办 那有人说 戴姆有人说什么 穿藏裤不行吗 穿藏裤不行吗 一直看我笑 但是穿藏裤的话呢 因为你粗 是会被眼看掉的 但是 短 它还是那么短 那你们把裤子拉到这里了 第二个比较火的鞋 Dunk SB 其实这两个鞋型 在我心里是差不多的 如果不看颜色的话 它就是第一包的AGE 这是可能帮没有那么高 难道不是吗 最近这个Dunk SB比较火 对吧 可能有的男生觉得 赶紧冲一双这个Dunk SB 穿出去给我们班最漂亮的女生 看 吸引他的衣裤 对 那个女生会觉得 哇 这个什么 小王今天穿了一双 这个比AGE还要火的鞋 但其实他 可能在大部分 不太关注鞋的女生眼睛 这个就是第一包的AGE 就是肯大天穿 哦 他穿了一双干净的白鞋啊 当然可能现在不一样 现在可能 年轻人对这个鞋比较懂 大家都玩这个 感觉会稍微懂一点 行 那么这种鞋呢 相信也是 但目前很多朋友都没有的 不方便说什么 不知道 只有你没有 一个珍贵 那AGE系列 你还有其他喜欢的鞋款吗 如果 就是 如果一定要在AGE里面选的话 我可能会选 AGE6 AGE5和AGE4 其他的就一般 四五六 对 我觉得最丑的就是AGE13 四 AGE4 AGE5 我的妈呀 这个 你和 我的妈呀 这是被老鼠啃过吗 如果说 大家 喜欢冲球鞋 买了不穿 放在地下室 就会变成 8年以后 你的球鞋变成这个样子 因为我喜欢它的原因 就是因为 它虽然也很高 但是它后面这里凹进去 可以把你的跟腱露出来 哦 对吧 这就很具体了 像它一样就是 这样子 就直接盖上来 然后它这里可以露出 你性感的跟腱 性感 健硕 健硕 这个我们 我们是一个比较正经的节目 这个健硕的跟进 那么我们其实 主要还是做篮球鞋比较多 今天是 应大家呼声很高 对吧 牙签又不能跟我去打篮球 但是篮球鞋的 哪个哪双最好看 或者什么鞋型比较好看的 在女生的眼中 对 还有一款鞋没讲 万斯鞋 对吧 女生穿万斯觉得没关系 但是男生穿万斯 在女生的眼中呢 就是 好 那么玩笑开玩笑 篮球鞋 篮球鞋拿这双看一下 我的妈的鞋 三双截然不同的 专业性篮球鞋 这个是老鞋 你觉得这双鞋 颜值怎么样 就像一般 有点奇怪是吧 就 就 我也说不上来 就是有一种 奇怪的感觉 就是墙上有个钉子的话 如果你正好 那边卡住 完美 这双鞋的鞋 是牙签最近觉得 颜值最不错的 我真的觉得 这双鞋 别看它放得很丑 但是穿上真的 我觉得穿上很好看 我们拍第一期的穿搭的时候 牙签穿上去 还想买一双 然后我说公司付钱给你买一双 我一开始觉得它很丑 因为我知道没有女 所以说 太坏了 你可能看着它不穿 但穿上 你就很帅 看我眼说比较 就很帅 这有点像广告的 怎么办 必掉 没有确实 就是 这双鞋 这双鞋是我觉得年度最丑的球鞋 这双鞋不只臭 而且表面很难受 这双鞋很难受 跟鱼鳞一样的 跟面包一样的 跟AJ13一样的 好臭啊 大家选男球 可以在性能上的考虑以后 如果你日常穿的话 也可以选这种鞋型 流线型比较修长的 穿起来 日常出去的话 也是能兼顾的 而且显得腿长 好 这期节目呢 就给大家 笼统的 来走了一圈 这个鞋 就是 我们下期拍什么呢 我们日常穿的 也就这么多了 对 其实我现在也很糟 牙签的角是36.5码 对 我的角是36.5码 然后我们公司的地址呢 如果你在PHW商店购物的话呢 你就会看到我们的发货地址 就是我们现在录节目的地址 下期节目拍什么呢 大家可以 挑选一些36.5码的鞋 然后去PHW下单一件商品 然后再把这双36.5码鞋 记到这个 看一下看一下 就是 就是给大家 说说吧 就你们还想看什么 其他类型的这种东西 因为 牙签小姐 最近呼声挺高的 就是之前都不出镜 现在一出镜 就不明则以一明镜 后面这个节目呢 你们看 弹幕里面可以说 要看什么 你们要看 袜子测评 比基尼测评 所以今天这一期 PHW商店冠名播出 系列节目之 不知道是什么名字 反正先拍再说 大家可以 说说看叫什么名字 如果你们觉得OK的话呢 后面再拍 慢慢就变成一个系列 先拍再拍